其實程式非常的簡單 那怎麼寫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如果你們剛剛那個東西會寫的話 我想這一題應該也會寫 所以這個我們就先把它delete掉 接下來假如我們有個按鈕 就是直接按下去就取 比如說它這個是哪一般 我就抓哪一般的東西搬過來的話 那我的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一樣我們就先到我們的專案裡面 找到3個6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如果說我今天這邊會需要按鈕叫做 班級好了 所以我這邊就打一個班級 Enter一下有沒有 那我希望怎麼寫呢 其實一樣嘛 我希望把這個跟這個範圍比對 可是這個是一個範圍有沒有 那怎麼辦呢 一個範圍你要一個一個比對哦 所以一個一個比對的話 那很簡單你就做4回圈 4i等於什麼呢 幫我從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Enter兩下 做什麼呢 幫我比一下 比什麼呢 幫我把這個跟這個範圍裡面比一下 如果一樣的話 就幫我把他的同一列的bcde搬到這邊來 意思應該可以懂吧 可是程式如果寫 其實好像之前也寫過類似的 if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跟這個一樣的話 會不會寫 range 誰寫前面誰寫後面都沒關系 arrange 什麼呢 h2對不對 如果等於什麼呢 sales sales 的i列的a欄 對哦 如果這個ok的話呢 then 太過去了 空一個then 然後做什麼 一樣呢 幫我把這個enter一幅 打一個enter一幅 enter兩下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同一列的b欄放在ghij 有沒有 ghij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要複製到這邊 所以被複製的來源放後面 目的放前面 所以應該怎麼寫呢 我們就寫用range 這個用sales 的什麼呢 第幾列 放過來應該是第幾列 第五列的g欄 ok 所以g欄的話 你就打個g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找到的那個 這個的b欄 所以同一列的b欄 就是這個拿來改算 比較快一點 改個b就可以了 同一列的b欄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帶過 不過會有個問題 這個五有沒有 一樣的問題 我先做一個看看 姓名帶過來看 其他ok的話 這個改一定可以 這個執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只有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放第五列嘛 所以就怎麼樣 第1 第2 第2個被蓋 第3個 所以剩下最後呢 二班的話 只有2個吧 所以應該是什麼 留意 其實正利被蓋掉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又像剛剛一樣 k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以把它改成k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k等於剛剛那個數字 5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什麼 k等於k加1 嘿 寫完了 試試看 這邊有沒有要放裡面 執行 有沒有 正利 柳鴻音 你想說隔壁這些怎麼辦 很簡單嘛 怎麼辦呢 把它enter 這個什麼 複製 總共複製什麼 這邊改成b嘛 b改成c g改成h 有沒有 然後再執行 有沒有 過來了 其他呢 就改一下 這樣子改完之後的話 程式呢 就寫完了 所以gh i 有沒有 這個應該不難寫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比剛剛簡單太多太多 所以我講完之後 同學就說 好像 感覺 學VBA慢慢 有比較會 有那個動力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工作裡面有很多地方說真的 你即便那個 可以用公式 可是你光看完那個公式的解答之後 再看VBA 好像還是寫VBA簡單 就算了